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怀帝年号永家故 史称永家之乱 从此开始 直到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的约130年时间里 各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20余个政权 因其中较大的政权共16个 而创立者都来自匈奴 枪 劫 敌 贤卑等5个民族 所以史称五湖十六国 这些政权看起来繁无分乱 其实不难记 据北魏崔弘所著十六国春秋记载 他们分别是五粮 四燕 三秦二兆 并成下为十六 这些统治者多依靠军事实力称王 但马背上得天下不代表能马背上治天下 军阀是领袖又往往缺乏治理能力 是以大都是短命王朝 其中国作最长的是底族人浮宏建立的前秦政权 维系了44年 上述十六国中最短命的 则当属显卑人慕容德建立的南燕 仅存在了十二年 这么看来 蛮族军阀似乎能力堪忧 那为何他们能席卷中原呢 汉人又为什么无法把他赶回更远的北方去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历代史家 他们大多从政治军事上找答案 论着汉人王朝已经衰落 而游牧民族战斗力强大 但均未出击本质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据著名气象学家朱可珍教授的研究 才解释了一点端倪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演变表现为多个冷暖焦体阶段 从三国时代起明显整体转冷 如公元225年曹丕到广陵视察军队 淮河突然结冰 到三世纪后半夜寒冷更甚 每年英历四月份人在降霜 距离北地的少数民族因气候变冷 不得不向南天系 导致西北诸郡皆为荣居 关中地区也荣敌居败 所以如今史学界已普遍认同气候转寒 是北方民族内间的主因 而西境内部的纷争加速了这一竞争 那么另一个大问题是 该怎么看待这段历史时期呢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能发现 这其实是一次文明的互动 在高层 一族统治者如刘渊 石乐 福坚 姚长 姚兴等都相当重视汉族人才 甚至自身努力学习汉文化 已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何自全先生认为 胡族政权武力占据北方 要立国中原 必须以汉法制汉人 胡族君主与汉人士族 在这种背景下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民间 游文民族影响了序幕 锻造饮食起居的变化 贾思邪奇名药书中 记载了来自胡人的兽医 象马技术 以及制作毛毡 奶酪 油酥的方法 可见 不仅胡人在汉化 汉人也在胡化 美国人类学之父 弗朗斯·鲍娥斯认为 在一个社会集团 其文化的进度 往往取决于 他是否有机会 吸取临近社会集团的经验 在胡汉护化中 意志文明相互促进发展 为之后的历史阶段 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但历史问题 并不能仅从宏观来看待 当我们回到那百余年里 会发现 军阀们猎土割据 称王混战连连 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这意味着 在北方广袤无垠的土地上 常年累月的发生着 掠夺杀戮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哀鸿遍野 宏大叙事下的文明互动 不过是四个字而已 但在那背后 是无数条生命 他们绝望着 咒骂着那个时代 最终无能为力的 黯然伤势 惊人当然保尝着 胡汉护化带来的 文明发展的硕果 但请勿忘记 对于历史 我们应当抱持同情之理解 尤其不要忘记那段 黑暗岁月里 沉默的大多数 颜布克先生 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后 师从田育庆教授 钻研中国古代史 1988年获博士学位 如今他已是 北大历史习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学术委员会主席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并教授 学养身后 著作等身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 查局制度变迁史稿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将该制度的变迁历程 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系统的梳理和精神的分析 作者把官僚治理性行政 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 与权力斗争 以及知识群体的动态 作为影响查局制度变迁的 三个主要动因 形成了多具特色 而且是框架也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 往期的推荐历史书目和节目首发 可以关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玉石房查看 我们下期再见